首先来关心 全球有不少国家的企业 正在实验周休三日的可能性 台湾也要加入了吗 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发起周休三日的联署 已经达到门槛 政府必须有所回应 周九晚五的上班族是台湾日常的画面 2021年台湾平均年总工时 高达两千小时 位居全球第四高 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 希望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周休三日的国家 包括军公教 不是只有老公 还有包括教育部 因为学生的学习也是一样 它是牵动的层面比较多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部分有请国发会 就这个提案的这个部分的话 哪个部会来做中整 联署一共有五千七百三十六人复役 超过门槛 按照规定相关部会要在六月二十六日前回应相关问题 不过欧美部分企业周休三日的上班节奏 台湾各行各业真的跟得上吗 周休三日这个是大家都很希望的 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周休三日的以后 即使法律通过 但是我们的加班还一直在提高 所以你的年总工时并没有改变 比起周休三日 劳团认为劳动相关单位有没有落实超时加班等查核更加重要 张总则认为周休三日对各行业类别南北落差都有影响 短期之内难以达成 讨论变形工时等配套更加实际 找不到劳工在周休三日的话 那就大家都不用上工了 周休三日的时候相关的这些配套措施应该也要具备 企业端以及劳工团体走度不一样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参与余代保留回应 目前亚洲还没有任何国家有周休三日的政策推广 政府会据实把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向提案的公民报告 记者朱凤之中健康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